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 陈英尔能够召唤生灵之门 就是其中之一 现在他拥有了镜像宝神珠 足以带给他 在团队中过度的时间了 饿了 团长 咱们是不是先吃点东西去 再继续休息 本就虚弱 这才饿得 红云眼花的 好 我们先去吃饭吧 众人之中 除了采儿和陈英尔 其他五人都吃了爆灵丹 此刻呀 全部都处于虚弱之中 虽说不影响走路 但内灵里空虚的感觉并不好受 肚子一个 顿时感觉到头晕眼花 打开鹰房的门 正当他们准备去 军营食堂那边找点吃的时候 却是看到 两个三层的大石盒 就在门外 哈哈哈哈 没白给他们卖命 驱魔关军方 小得真周到 司马先是哈哈一笑 一手一个 就将两只分量不轻的石盒 直接就拎了进来 里边的火石果然丰盛 虽说算不上多精致 但肉食却十分充足 甚至还有香浓的肉汤 此时虽说已经凉了 但有林心这个火系魔法师在 这显然是不成问题 众人大块多一一番 这才是各自返回床铺 继续休息以恢复经历 陈英尔则是欢天喜地的 和他的小猪沟通去了 还给小猪啊 起了个名字 叫卖兜 军方对于昨天猎魔团的行动 十分满意 这一天 没有再派给他们任何任务 给了他们充分的休息时间 直到第二天 日上三干 最新的命令 这才是传来 叫场集合 驱魔关这座城市的规模 相当的恢弘 因为两边都是 御魔山脉的山峰 成为了天然的屏障 因此 在建设的时候 就省了不少麻烦 只需要将正面的城墙 建设的稳固 便足够了 叫场 位于驱魔关城墙内500米外 是一片极大的空地 专门用来集中兵马 之前龙好尘夜晚 与圣灵心一起出城的时候 光耀天使骑士团 就是在这里集合的 世纪一号猎魔团 今天来的人并不齐全 彩儿留在鹰房中继续休息 现在彩儿已经失去了两感 龙好尘 绝不会让他再去冒险 暴灵丹的副作用 已经消失了 不过 令龙好尘有些担忧的是 昊月依然处于沉睡之中 虽说他能确定 昊月没什么大碍 但他始终没有行转过来 这让龙好尘 心中有些焦急 在教场中集合的 正是十支新锦猎魔团 经过一天的修整 这些年轻精英们 显然已经恢复了精神 一个个神丸起足的样子 不少人的脸上 都流露出兴奋之色 确实 昨日一战 他们可都捞了不少的功勋 不但斩杀了大量的低阶魔族 同时 最后完成任务奖励的 二百功勋 每人也能分到几十之多 龙好尘这边功勋 还没来得及分呢 他们十几一号 力魔团的消耗 乃是最大的 一直到命令传来之前 众人还处于休息状态 这会儿也只能说是 勉强恢复了最佳状态 只是龙好尘 这一天来经常感觉到 体内会莫名其妙的发热 内灵力运转 也略微有些质色 因为浩月未曾行转 他也无法和浩月沟通 至于在战场上 浩月突然与他融合 并且令他爆发出 灰药骑士的修为 龙好尘也是相当的好奇了 这难道是浩月的特殊能力吗 他从来就没有听说过 有魔兽伙伴 能够与人类身体融合的 努力地回忆着那天的情况 也只能想起体内灵力的暴动 龙好尘想到 就算那是浩月的能力之一 以自己和浩月目前的修为 应该是没有办法 把这个能力使用出来的 否则他们 也不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噬 但是啊 这总归是好事 关键时刻能够突然爆发出 提升一阶的战斗力 这显然是相当不错的杀手锏了 看到龙好尘他们来了 其他九支猎魔团的团长 都纷纷地上来向他打招呼 事实证明 龙好尘在昨日一战中 指挥得当 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而且最后那惊艳一击 虽然他们并未看得清楚 但那强烈的能量波动 还是能够感受到的 有了这样的经历 他们对龙好尘年级上的看法 自然而然就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十位领队也早已到了 看到龙好尘 高英杰便赢了上来 怎么样 大家都恢复了吧 领队 惨而消耗比较大 他的恢复期还要一段不短的时间 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内 恐怕不能够跟我们一起执行任务了 领队 这次叫我们来 又是有什么新任务吗 司马尖 摩拳擦掌地问着 昨日一战 带给他的好处十分明显 面对强打带来的巨大压力 他能感受到自己的内灵力提升速度明显增强几分 2000灵力的瓶颈已经近在咫尺 说不定在拼杀个几场便能有所突破 成为一名五阶牧师 牧师到了五阶之后 能够学习好几个攻击技能 等回到圣城 他能选择的秘技自然就更多了 司马尖虽然嘴上不说 但对于自己的能力提升 确实十分心急的 在团队中 他的作用和王远远相比 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 只有早日提升到五阶 他这个戒律力尸 才能够逐渐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高英杰 则是微笑着摇了摇头 昨天的任务 大家完成得很好 虚魔官军方十分满意 因此决定 给你们三天休整的时间 让你们有充分时间进行修炼 毕竟你们并不是军人 而是来试炼的 今天叫你们来 可是有好事啊 朝后便知 就在他们说话的功夫 已经有人来了 来的不只是军方的人 还有几名 包括头部在内 全身都笼罩在 黑衣中的刺客 那位之前给他们下达任务的 驱魔官参将古锦 走在最前面 市集一号猎魔团众人 一眼就看到 他手中捧着的盒子 那不正是 他们在魔族运粮队 那只嗜血被他手中 截获的吗 众人目光下意识地 看向龙好尘 龙好尘也有些惊奇 联想到高英杰 刚刚说过的话 难道说 驱魔官是打算 把那盒子中的东西 奖励给他们 此时 参将古锦 已经和那几名刺客 来到近前 古锦向高英杰等领队 打了声招呼 然后 这才是转向了 十支猎魔团 你们不愧为 联盟年轻一代 最优秀的精英 你们顺利地 完成了任务 扩坏了魔族的 后勤补给 至少有数万魔族大军 要因此 而饿肚子了 你们为驱魔官 所做出的贡献 驱魔官军民 永远都会 铭记于心 我代表军方和民众 感谢你们 这位古锦参将 乃是一名战士 右脚落地 向十支猎魔团 行了一个 标准的战士力 猎魔团的成员 也以各自 圣殿的礼节环节 能够得到认可 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 那是相当大的荣耀 至少到目前为止 他们此次试炼 都十分的顺利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三位 是来自于 刺客圣殿 侠客堂的前辈 侠客堂的刺客 听了古锦的介绍 新锦参魔团的 这些年轻人心中 都是一惊 侠客堂乃是 刺客圣殿 最神秘所在了 一共有 三十六位 侠隐刺客 每一位侠隐刺客 那可都是 八阶的存在 乃是刺客圣殿 最为强大的存在了 之前龙好臣 曾经见过的 刺客圣殿 副殿主 影随风 就兼任着 侠客堂堂主 这三位 竟然都是 八阶强者 那他们同来的目的 又是什么呢 正在这时 站在最前面的 那位黑衣人上前 他身上 没有任何强大的 气息流露出来 甚至 没有生命气息释放 给人的感觉 就像是 一团淡淡的空气 但明眼人都知道 这才是真正的 刺客强者 能够 融于任何环境之下 黑衣人的声音 有些低沉 甚至 带着几分杀痒 但一种 新近列魔团成员们 却都是 挺直腰杆 静静地站在那里 这可是 八阶级别的大人物 他们早就听说 侠客堂的 三十六位侠隐刺客 都只有编号 而不提名字 此时第一次见到 多少有点紧张 首先感谢你们 为曲目官所做的一切 哪位是 世纪一号猎魔团团长 请出列 世纪一号猎魔团团长 龙浩尘 向您报道 不用那么正视 古今手中的盒子 你该认识吧 认识 这是我们在昨天 执行任务时 从敌人手中 缴获后上交的 嗯 不错 鉴于你所带领的团队 在任务中的优异表现 并且将此物上交 我代表刺客圣殿 特奖励你 五百点功勋 请上解领受 五百点功勋 听到这个数字 一阵抽气声 顿时响起 要知道 现在世纪新近猎魔团 中最弱的一只 恐怕功勋总数 还不够五百吧 这还是 算上了完成任务后 获得了二百功勋的情况下 刺客圣殿 竟如此大手笔 居然一下子 奖励了 世纪一号猎魔团 五百点功勋 其他猎魔团 顿时有些骚动了 此时 侠阴 十九号 淡淡地到 你们不用急 我可以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执行的 不是试炼任务 而是探险任务 那么 龙好尘将这个盒子上交所 换取的功勋 至少还要增加十倍 马上我会让你们看到 盒子中是什么 这是刺客圣殿奖励的功勋 龙好尘 自然没有不要之力 在本团伙伴们 兴奋的注视中 走到了 侠隐十九号面前 露出了 自己的功勋令牌 侠隐十九号 竟然也露出了 左手的小臂 上面赫然有着一块 冰蓝色的功勋令牌 向龙好尘的令牌上一贴 片刻之后抬起 已经是完成了 功勋的转换 这位侠隐十九号 竟然也是一位猎魔者 猎魔团成员 被统称为是猎魔者 侠隐十九号 既然是拥有功勋令牌 那就说明 他拥有属于自己的团队了 这地是多么强大的团队 才能拥有 这种层次的刺客呀 恐怕 他们都有刺杀 魔神的实力了吧 龙好尘领取了功勋之后 返回到本方阵营中 对于那盒子中的物品 也是十分好奇 究竟是什么宝贝 居然珍贵到 连这位八戒强者 都赞叹不已 如果世纪一号猎魔团 没有将这个盒子上交 恐怕你们谁也不会知道 但是 我可以肯定 同时之中 他们都没有打开过这个盒子 侠隐大人 你为什么能如此肯定呢 因为 很少有人能拒绝 这盒子内存在带来的诱惑 说完 他手指轻轻一动 盒杆已经掀开了 顿时 一层浓郁的光元素 瞬间从盒子中澎湃而出 柔和的光元素 带着淡淡的白光生腾而起 带给每个人 如暮春风般的感觉 一个娇小的身体 也随之从里边生腾起来 缓缓展开他的翅膀 有些萎靡地试图飞走 刹那间 所有人不自觉地瞪大眼睛 至少有超过一半的人 惊呼出声 哇 我有人做精灵 因为刚刚领取了 五百功勋而兴奋的 世纪一号猎魔团成员们 除了龙好臣之外 脸上的笑容 瞬间僵硬 那竟然是灵卢 而且还是元素灵卢 他们 一个个目光呆滞地看着 那挣扎着 像要飞走的光元素精灵 一个个心中充满了懊悔 哪怕是高英节 也同样出现了这样的情绪